大家好,我是搜搜 炎热的夏天,最适合来一发汉堡了,对不对? 看看今天我准备了什么? 今天的料可是准备了不少,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都买了什么东西 你需要一些牛肉,汉堡的面包,洋葱,番茄,SPG,腌黄瓜,腌墨西哥辣椒,还有一点辣酱 当然了,最后还是需要一个南文,蓝文,芝士,还是南文,就是蓝文奶酪 它的味道非常的浓厚,特别纯厚 如果你没试过,你真得试试看 我们给它打开看看 已经闻到它的味儿了 这次我们用的是上脑的牛肉馅 这种肉馅的话,肥瘦笔非常的不错 很适合做汉堡 接下来切下洋葱 三刀切好 番茄也是 然后拿出蓝文奶酪 取出一半,放到案板上 这奶酪一拿出来,整个味儿就已经散到了整个屋子里面 非常的给力 然后拿出我们的上脑肉馅 我们没必要全用 我们大概用它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二十多块钱 这一共二十九块钱 最后呢,把这个肉馅给它摊平 摊平了以后,更好的就可以放调料什么的 这样混合也比较均匀 当然了,少不了的就是SPG 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SPG S就是盐,salt P就是pepper,就是黑胡椒 G就是garlic 这次这个P和G磨的时候都出现了问题 这黑胡椒磨着磨着没有了 然后这个大蒜磨着磨着发现它有点潮 没事,我都有备用的东西 请看 这个胡椒磨特别逗 我是在阿尔玛森厨房它的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胡椒磨 后来在淘宝上找到了 也不贵,几十块钱 结果后来呢,发现同款完全一样的东西 它标注为了咖啡磨以后 价格直接翻了三四倍 还挺有意思的 这磨大蒜的上面有盖还是有道理的 这一旦潮了就根本就碾不出来了 你看这个是新开的一瓶就碾得非常清脆 声音也清脆 接下来呢就是要把蓝纹奶酪给它贴到肉里面去 给它搅匀 直接用你的手就行了 天生我手必有用 拿来去做汉堡馅 拍一拍的目的呢 是把里边的气泡都给它拍掉 这样的话它就形成的肉饼更结实 有愁的报愁 有冤的报冤 看它不爽就要打它几下 这样呢,汉堡扒就算做好了 看看这色泽 看看这粘稠度 放在盘子上都不会掉下来 接下来开火 像这种比较厚的汉堡扒呢 其实火力不用放的特别大 然后先把锅烧热以后调中火就可以了 否则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汉堡就会炸裂 炸裂了以后 你再放烤箱的时候就不爽了 新换的这个麦克风呢 支持两个声道 一个路高电平 一个路低电平 像这种吱吱的油间的声音呢 很容易就超出了限压 如果配合这个麦克风的话 保证的话 有一个声音大的时候 另一个声音还是可以用的 煎汉堡的时候啊 就是凭感觉 你做多了就差不多了 你看这下边如果可以就行 有好多人说 哎呀你这也没熟啊 什么糊了之类的 首先糊是美拉德反应 它就会比较好吃 烤肉就是原理 至于生不生的话 你锅再怎么煎 这么厚的汉堡盘 也是不会收的 一定要进烤箱 煎汉堡的时候呢 最好别动它 因为现在肉还是散肉 这和牛排不一样 牛排你想怎么翻怎么翻 最多就是它花味乱一点 但是汉堡的话 如果动的太多 它就散了 如果不信 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煎得差不多以后呢 给它放到另一个没有火的这个灶台上 你防止它加热的时间太长 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走起 烤箱的温度呢 我设置到了180度 上下都要加热 这个180度的温度相对还说还是比较低的 这样的话有助于让这个汉堡呢 可以慢慢的熟 也给你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其他的配料 我把时间设的是20分钟 过去设的时间短的时候十几分钟 做厚汉堡的时候很不容易熟 里边基本都是粉色的 那就是生的 汉堡虽然用的就是牛肉 但是最好还是要吃熟的 这是因为肉馅的话 并不是无菌的 为了保证拍摄时收音的效果 我根本就没有开抽烟机 你看看这厨房里边 都出叮哒耳效应了 等待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汉堡 汉堡 我们可以把汉堡面包给切一下 不过你要把它二合一叫成汉堡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切面包 尤其是这种软的面包的时候 最好用这种锯齿的面包刀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给它上面撒一些橄榄油 在距离汉堡烤好的前五分钟的时候 把这个放到烤箱里边 它烤出来以后就非常脆 嚼的时候非常的有口感 哐吃哐吃的 还是比较爽 这酸黄瓜呀 可真是汉堡的必备 给它加出点酸黄瓜仔 还有墨西哥辣椒 都给它放到刚才的配料盘里边去 当然了 酸黄瓜得切一下 否则放上去以后就会滚下去 这就是配料盘 四种配料 汉堡里边都是必不可少 是不是还少掉什么东西 没错 这汉堡盘上面也得放点奶酪 给它切一点奶酪 这次我们用的是杰克奶酪 你看这个花纹也知道杰克奶酪是两种奶酪混成的 给它切一个大厚片 然后等汉堡盘快熟的时候 放到上面去让它融化 距离汉堡盘烤好也就不到五分钟了 我们把奶酪放到汉堡盘上面去 然后把面包也放进去 一起烤熟 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喜欢蒜香 也可以切一半大蒜 在这面包上面 抹一抹 烤出来的就是蒜香面包了 神奇的一晃之间 汉堡盘和面包都算烤好了 哎呀 还往下滴呢 赶紧拿出来 赶紧拿出来 啊 这汉堡盘这算烤好了 把汉堡的底儿放上 哎呀 还粘造烤架上去了 听着声音 都已经脆了 剩下的时间呢 就是最令人激动 我都语无伦次了 剩下的就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了 看看这漂亮的汉堡 上面给它放上一两圈 甜洋葱 再来两片酸黄瓜 墨西哥辣椒也不能少 我回看配音视频的时候 我才发现好像我没放墨西哥辣椒是吗 我的天哪 不过还好 我给它放了这种tabasco 应该也是有点辣味 我说怎么当时吃的时候 没吃出来墨西哥辣椒呢 这回头一看 这辣椒圈根本就没放啊 喝着 其实我过去的时候 也总是把这个配料放到冰箱里面 然后忘了放这些配料 这次拿出来了以后 居然也是忘了放了 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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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